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打了20个月 目前战局仍然焦灼 数周前 哈马斯汉然对以色列平民 展开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 从而点燃了中东火药桶的引信 面对东南家居的世界局势 伪全球治理和变革提供了 中国方案的习近平 是如何为世界指明方向的呢 美国著名作家张家敦 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撰文说 习近平是满世界随意放火的纵火犯 他的目标则是控制所有人类 张家敦的父亲是来自中国江苏的华人 母亲是苏格兰裔美国人 他出生在新泽西州 2001年他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 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在多国发售 在20多年前 他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崩溃论》这一说法 因为其后中国经济的崛起 这个说法的准确性一直受到质疑 更被中共当成反面教材 予以嘲笑和驳斥 直至今日 在倒车地和总加速施的治国理政下 这一预言的实现似乎指日可待 张家敦的文章中说 中共在刚刚发生的哈以战争中的立场 具有指标性意义 这场持续的冲突 看起来像是中国的又一场代理人战争 长期以来 中共的外交意图充满恶意 习近平正在对战后 基于民主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 发动全面攻击 以色列是最新的展现 总体而言 中共像极了一位到处煽风点火的纵火犯 它默许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并现在正支持普京的战争努力 在北非 北京和莫斯科 一直在支持看起来像是战争的叛乱 而在以色列 北京支持哈马斯 中国的外交官员没有谴责哈马斯犯下的反人类暴行 相反 中国的宣传机器不断抨击以色列和美国 此外 哈马斯恐怖分子似乎装备了伊朗供应的中国制武器 几年来 美国海军曾截获了运王伊朗和其盟友的中国武器 根据基础设施投资基金Infra Global的Jonathan Bates的说法 中国向伊朗供应小型武器 弹药 爆炸物和各种其他军事物品 然后伊朗将这些军用设备分发给该地区的激进分子 哈马斯还拥有朝鲜制造的武器 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家和唯一的正式军事盟友 如果北京不希望如此 平壤不太可能将这些武器销售给其他中国的客户 国际评估与传励中心的中国军事分析师Richard Fisher表示 中国支持伊朗及其代理人 哈马斯 珍珠党和胡塞武装 他们与以色列直接或间接交战 哈马斯受益于中国在另一端的物流链 哈马斯是伊朗的代理人 如果没有德黑兰的支持 这个恐怖组织将无法进行战斗 同时伊朗在很多方面也是中国的代理人 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伊朗政教合一的政府将无法通过哈马斯 珍珠党和胡塞运动来展示实力 北京自豪地支持伊朗 这一点可以从2021年签署的25年4000亿美元的 全面合作协议中明显看出 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去年双边贸易增长了7% 尽管面临美国的制裁 北京仍然进口伊朗的石油 今年2月 伊朗总统莱西前往北京 签署了20项有关贸易等各种事项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此外伊朗拥有核武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支持 习近平的目标就像伊朗一样是颠覆现有国际秩序 正如大家所说 习近平并没有在现有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中与其他国家竞争 该体系自1648年以来一直存在 他甚至没有试图对其进行调整 习近平正在努力推行中国的帝制时代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 皇帝相信他们不仅受天命统治天下 而且作为帝王天子 这是他们对天下的一种义务 几十年来 习近平一直在使用天下这一意象 而他的下属 比如外交部长王毅 也越来越明确地到处推广中国统治全球的概念 今年3月 习近平在与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第44面对面会晤结束时 暗示了他试图终结当下的国际体系 习近平当时对普京说 现在正值百年之未有大变局 我们共同来推动 普京的回答是 我赞同 习近平的意图非常直白 毫不掩饰 麦克唐纳·洛里埃研究所的Charles Burton说 对于敌对的独裁政权来说 乌克兰 台湾和以色列的毁灭 只是他们在全球加强残酷意识形态议程的开端 习近平对于即将到来的全球战争的彻底胜利 有着扭曲的梦想 中国正在支持两个侵略者 俄罗斯和哈马斯 试图制造混乱 从而火中取利 毛泽东在1966年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这是指最终把红旗插遍全球 习近平宠败毛泽东 现在他正在做一些 他的偶像无法完成的事情 这位现任领导人正在操纵 对文明世界的攻击 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他对中国梦的愿景 换句话说 习近平想完全控制人类 有网友总结中国处理历次国际危机时的立场 科索沃战争 战编米洛射维奇 伊拉克战争 战编萨达姆 阿富汗战争 战编塔利班 俄乌战争 战编普京 如今 以哈冲突又背书哈马斯 在张家敦看来 这不是选错边 战错队 这是中共为了统治全球而下的一番大棋 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中共这盘棋会赢吗 出师未竭 身先死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 能不能撑得住下面这几年 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今天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称 中国发生金融危机不再是不可想象的 局势的发展表明 中国经济似乎很难逃过 这一节 报道说 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正在退去 地方政府面临偿债困难 而银行体系则严重暴露于这两方面风险之下 如果是在其他任何地方 这些因素都会被视为一场金融危机的先兆 但传统观点认为 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中国债务的债权人是国内投资者 而非外国投资者 此外 中国国内金融系统很大一部分都有政府做靠山 而且强干的技术官僚能够把控形式 传统观点可能已经严重过时 虽然现在极不可能很快就发生 像雷曼兄弟2008年倒闭后的全球恐慌那样的崩溃 然而中国的财政和金融失衡状况已经非常严重 将这个国家带入了一个未知领域 甚至因其巨大体量 将全世界带入了一个未知领域 人们根本不知道 中国倾机以及如今集权于习近平艺人的领导层 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这些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称IMF 上周发布的一系列报告 揭示了该问题的严重性 首先尽管中国公布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幅达到4.9% 强于预期 但中期前景已经明显恶化 IMF认为 中国未来四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4% 低于一年前曾预测的4.6% 这使得中国摆脱债务泥潭的难度 比十多年前经济增长率为10%要大得多 其次 IMF还提高了对中国政府赤字的预测 认为 到2028年 概括赤字与GDP之比将从今年的7.1%升至7.8% 在主要经济体中 只有美国接近这一水平 这一情形当然不能令人放心 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 而在于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融资平台大举借款 为城市发展项目提供资金 目前 这些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为45% 如果将其寄入中国的政府债务 到2027年 债务总额与GDP之比将升至149% 高于意大利的141% 随着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土地出让金已经枯竭 中国地方政府在偿还债务方面困难重重 事实上 IMF估计 30%的地方融资平台如果没有政府支持 就无法生存 这对中国的银行来说是个大问题 毕竟 这些银行持有大约80%的地方政府债务 IMF估计 仅这些债务重组成本的一半 就将是中国的银行背负4650亿美元的减值支出 使吸收损失的资本与资产之比下降1.7个百分点 与全球同行相比 中国的银行资本本来就不是很充足 IMF对全球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 如果发生经济衰退 将会大量消耗这些资本 IMF为中国模拟了一种不利情景 继三年内平均年增长率为1% 而不是5% 且房地产变值 结果是 2025年 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 将从去年的11%骤降至7.1% 是压力测试中所有地区中最差的 还有可能出现恶性循环 贷款损失过多 银行放贷就越少 地方政府借不到钱 就会削减投资和社会服务 经济增长和房产价值 就会进一步下降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金融危机 90年代的东南亚危机 以及21世纪头十年的欧元区金融危机 都因外国资本逃出而大大加剧 相比之下 中国是世界的净贷款国 严格控制资本的流入和流出 中国的债务是向本国人举借的 中国的银行也大多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拥有或控制 估计政府不会让这些银行倒闭 从而会防止出现银行挤兑和恐慌 在20年前 中国上一次银行业危机中 不良贷款按面值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接受 但有时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本地投资者的逃离 而不是外资出逃 金融危机也不总是像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那样迅速而剧烈 中国巨额债务的源头在很多方面都是典型的道德风险案例 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借到这么多钱 是因为贷款人认为中国政府会出手相救 但这种假设是建立在银行的保证上 而不是明确的担保 这种模糊性可能会破坏稳定 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中国市场研究总监Logan Wright称 中国的金融危机不会源于外部冲击 或是反映市场价格下跌的资产突然冲沽 在投资者认为 政府会支持他们的资产 却发现政府并非如此时 危机就会发生 金融市场需要迅速对这些风险重新定价 例如 房地产行业以前被认为大到不能倒 直到中国政府自己的政策重点 突然被认为有所不同 随着越来越多开发商的财务状况 日益受到怀疑 信贷风险很快就出现了 Wright说 随着政府的隐性支持从外围资产中撤出 投资者也许会认为 这种支持不再适用于小型银行 房贷和地方政府等核心资产 这就是通向危机的潜在道路 中国官员非常清楚这些风险 已经采取初步措施重组地方政府债务 敦促陷入困境的开发商 完成项目 不过 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 Martin Chorzenpa说 中国的债务规模太大 经济增长速度太慢 不可能像20年前那样将不良贷款问题掩盖起来 他还担心 在习近平治下 治理的质量已经恶化 他还说 我担心人才外流 公布的经济指标减少 中国经济辩论的空间缩小 这些都让我担心 他们可能不了解全貌 如果金融困境持续数年 会凶弱中国消费者的信心 将抑制进口需求 同时导致出口大增 对外国生产商造成压力 虽然中国的金融体系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之间的联系有限 这会限制危机的蔓延 但就绝对规模而言 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十分庞大 一旦开始出现动荡 国外似乎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感受到冲击波 这篇文章的分析让我们看到 中国的金融就像一个刹车失灵了的列车 正在末路狂奔 专制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同样 昏庸的领导人和一意孤行的错误决策 也会像崇祯皇帝一样 集中力量酿大祸 不过 金融灾难发生后 并不会影响习总治理全球的雄心 只是苦了打工一生的人民群众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环节 国门渐渐关闭 海归人员需要参加学习班进行思想改造 特别是海外留学生 海南省举办了一个海归留学生培训班 培训班的人员都穿着老红军的服装 李老师报道 10月18日 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向西方国家发席挑战 要比一下 看谁为贫穷国家修桥修路更多 国内网友愤怒的评论 有这么多钱 为什么不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 回头看看自己家的米缸 用的是我们的钱 你这是凯他人之康 这个是过去三届一带一路的北京峰会的全体与会者照片 是不是在自爆其丑 我帮他们数了一下 第一届有118人 第二届有49人 第三届有29人 加上11个太太 这也跌得太狠了吧 网友评论 吃包子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吴锡进最擅长的就是雕盘 不过他这次好像雕盘失败 他在微博上说 强烈呼吁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立即行动起来 调查加沙医院被轰炸 一位网友回应他说 请问您支持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的逮捕令吗 吴锡进没有回答 今天的荒诞图片作业是 请网友们替老胡写个文案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Silver Charlotte评论中共说 欺软怕硬 欺内怕坏 欺善怕恶 上下奢靡 则略知愚民 民之将变 则略知愚伤 盲流回应习近平和普京的露水姻缘说 普京真穷途无路了 终于跪下 抱冤大头的大腿 Tao Tommy就吴京说 中国人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评论 祖国躲我身后想干嘛 拿我当肉盾吗 好小子 差点就信了吴京 最后 徐苏菲说 这个被打脸的五金 最近应该是喷嚏打不完吧 每天被咒骂 节目最后 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几期前 我们看到哈马斯 给小孩子们进行恐怖分子的洗脑教育 这一期 我们来看看 中共训练幼儿园的小孩当劣势 正批量生产 动存锐 记住 这些孩子们拖着的包袱 是代表炸药包 下面这个小粉红老乡 试图说服台湾人 统一台湾 对台湾人 有好处 台湾那边的老乡 听说那边无价可贵 白鸡 马上那的好日子都来到了 等接放完台湾以后 河南的地台不对 一赶到 那你看那个场景 早上起来 那五块钱人民币 三块钱一碗花糖 两块钱的减毛 六个 这吃的包袋 到总屋 小碗毁灭八块 大碗毁灭十块 高兴了 得个少年假肉 三十二十的 吃了你乘了我 到晚上 白带我给外边吃了 回家的 叫那西数 给你布料两根刺 点出来 赏球的掌公牛 那两个头 有点缺半斤 网友感叹地说 他一脸真诚 这种人 我是真的不忍心叫醒 他们太苦了 除了做点 美美的中国梦之外 什么也没有 他们还想把他的中国梦 分享给他觉得需要的人 哎 至于武统台湾 能不能提高台湾人的生活水平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 这位博主清楚地为我们解释 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消费 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消费 不买房 不结婚 不生娃 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理智且符合生存逻辑的行为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疲于奔命 劳动供养率是指一个人工作可以养活多少个人的比率 那法则 他们的劳动供养率是6.8 英国是1比6.5 美国是1比4.8 日本是1比3.8 投市股市生育率接崩盘的韩国也有3.5 还有美国被我们一直诟病有种姓制度 以及有火车挂票的印度都有1.8 而在我们中国却只有1比1.1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我们一个劳动人口只可以勉强养活自己 更别提这个数据还是在我个疯狂的007996的前提之下 假如我们可以啃老 那么我们就可以勉强维持生计 假如五老可啃 那么基本上是入不敷出的 并且需要拓置未来 也就是需要贷款 真正赚钱 深圳花 一分别想带回家 过完年 带着3000块钱来城市找工作 一年下来 带着3万负债回老家 光宗耀祖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现在咱们1比1.1的劳动供应率 有可能是未来10年最高的值 说不定过几年咱们都要自费上班 大家说 这样下去 以后国内还有谁干结婚生子 美国热搜建立了一个Telegram的电报群 名字叫 美国热搜网友爆料交流群 我们把加入该群的link 放到里描述区里和制定留言中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入 给我们爆料你们身边的新闻 另外 也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加入美国之音的官方电报群 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和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